你到底有這件事情要做 總開始了啦 為什麼 你不要一直拍我私生活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銀行郵局去不完 經過7000也要去存錢 會錢 現在又要看房子 你到底有多少資金在流動 不是 因為木柵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地方 我想要在這邊自產多看一點 累積一點自己的 你知道房子的知識嗎 不是 你待會兒吃完那個甜湯冰品 我肚子有一點 你看 你看 就跟你說 長肉就算了 你這樣吃下去 吃那麼多 你真的會生病 我跟你講 那附近我有認識要診所 沒有 我沒有要去診所 我是說吃完甜湯冰品開始了 我又想吃東西 餓了... 難怪你會怕八公斤 拜託 你可不可以找點東西給我吃 你真的 你真的會繼續放下去 下禮拜你就放10公斤了 我們今年的目標是破百好不好 你覺得怎麼樣 不要 好像快了 我跟你說 怎麼又餓了啦 不是啦 你這樣子不行啦 我平常也是沒有在吃的 我只有錄節目的時候才會吃好嗎 好 那不然我告訴你 我也是為了觀眾啊 這附近有一家 我跟我男友常常外帶的美食 因為你也知道我跟我很愛外帶 你很愛外帶 是很愛帶我們節目外帶嘛 對 然後我帶你去一家 因為木柵的鵝肉其實很有名 真的喔 我剛剛吃過鵝肉 但鵝肉很有名 我帶你去一家 我跟我男友常常外帶的鵝肉店 覺得怎麼樣 可以... 而且等一下我又可以外帶了 工器師 製作單位的錢 外帶來 男友等我 董事長 小姐姐 打包鵝肉的話 我也要算我一份啦 網友稱木新路二段 這邊叫鵝肉一條街 尤其這家鵝肉老店 更是小姐姐的最愛 牆上滿滿都是名人簽名呢 他們家的鵝肉有多好吃呢 看店裡人潮就知道 趕快進去找位子開吃吧 我先講喔 這是很值得外帶 我先講喔 你剛剛包了那個什麼 什麼500鵝肉啊 你要自己付錢喔 我不要 我不管 人家叫老闆切500鵝肉 你自己要付錢喔 沒有500啦 300 250而已 來啦 我先講一下 我們早上有吃過煙燻鴨肉 對 也有煙燻的 所以煙燻鵝肉比較少 但是煙燻鵝肉也不好處理 而且它還幫你去骨 然後直接去在這邊 它這個看出來就是腿 告訴你說 這是鵝腿 對 你看香腸 杏鮑菇香腸耶 對啊 它裡面這個包的是杏鮑菇是不是 太酷了 其實我每次好都沒有點這個 杏鮑菇香腸 但是好像必點喔 然後你看它米雪糕 撒花生粉還有醬料 就像外面那整支的有沒有 對...沒錯... 這個也一般那個... 一般是在夜市比較看得到 但是一般店家不太會這樣做 不會... 但是這邊這樣做很棒 我愛花生粉 那就先來鵝肉吧 妳先 好 我先 這煙燻味好香喔 它煙燻的味道很強烈 我覺得它煙算重 它煙燻的味道算重喔 可是比較多的是煙燻味 那個鹹味我覺得反而沒那麼重 對... 它是煙燻的香味很重 而且煙燻是沖出來的 對 然後它會在你口中流了很久的味道 很香...真的很香 有點...你知道有時候吃過油 或者過多會有點噁心 它不會耶 而且它的鵝肉其實也滿嫩的耶 很嫩... 每一口肉跟肉之間呢 都...感覺都有夾那個油脂 油脂在裡面 的那個水分 但它油脂吃起來好香好舒服 滋潤的那種鵝肉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因為水分多 所以吃起來相對來說 也會比較嫩 再加... 它肉質也算是... 本身也是嫩 可是我剛剛吃的鵝肉 到現在都還沒有吃喔 那個煙燻味它是會慢慢就是 很久 從嘴巴然後到你的喉嚨 連你的鼻腔都會有一點點 那個煙燻感 不只皮喔 連肉都是 對...它連肉的煙燻味都有喔 基本上它煙燻就是很濃 但是它煎了醬之後 它多了一股那個甜... 甜麵醬的味道 甜味... 剛剛我有問老闆 沒有願意透露這個醬 用什麼方式調的 因為老闆說 這是他們的主家味道 這個真的很不錯喔 對... 它的醬吃起來滿特別的喔 它其實醬有一點點... 很微的一點點辣辣感 一點點... 可是甜味添多 不得不說這個鵝肉 真的可以用香嫩多汁來形容 太太太太太好吃了 除了鵝肉獨有的嚼勁 煙燻香味十足越嚼越香 沾了店家自製的沾醬 甜中帶鹹更有另一番風味 一樣很搭很match 可能一不小心就會青苔掃光了喔 但我真的滿期待這個 因為我真的是 你有什麼好期待 你剛剛都吃了一條喔 你要期待... 我不能假裝一下 期待一下嗎 你假期待 我假期待 杏鮑菇... 杏鮑菇香腸超棒 這麼酷 我來吃 很特別耶 口感很好耶 很好 因為我原本以為它油脂很多 吃起來會不會比較油 不會耶 不會 它反而吃起來是那種 嫩和汁多汁的感覺耶 因為它加了杏鮑菇之後 杏鮑菇基本上會讓豬肉變少 而且你吃起來會比較不油 會比較不油 難怪耶 我覺得它的油脂感很棒... 很棒... 你吃不到太多的香菇味 就杏鮑菇的味道 你會覺得它就是 香腸本身的東西 對 就是豬肉裡面本身的東西 你不會覺得中間 卡了一個杏鮑菇的感覺 但口感很特別 口感外層呢 因為炸過之後脆脆的 嫩嫩彈彈的那一個杏鮑菇 味道完全融在裡面 所以這加香腸吃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是有一點嚼勁 可是肉為什麼有這麼嫩 對 那種感覺 最後一個 好 它的香氣很足 然後上面的油膏 看似是增加它的鹹味 然後但是也讓它容易 可以沾上花生粉 那個油膏有帶有一點點甜味 一點點甜味 然後米血本身就是米的香味 然後其實花生粉它 它沒有甜味 沒有 花生粉就是 沒有 花生 增加花生的香氣 所以它其實味道來源 主要是那個它的醬料 這家很好吃耶 但外帶還是自己付錢 而且都快吃完 我要怎麼帶 你看 不是包了300嗎 250 董事長 我相信董事長 不會跟我計較這種小錢的 好 董事長 其實都目默會在關心我 真的 董事長 我們會努力 每次看到我都問我說 有沒有努力 有 我們有努力 林毅也很努力 董事長 250是小錢好不好 我們會為你賺 250萬 要賺250萬回來可能有點難啦 少打包一點比較實在 開開玩笑的 多介紹好吃的給觀眾就好啦 小姐姐最後的鴨香寶 五星飯店主廚的麻油雞 湯頭濃郁 雞肉Q又嫩 四季都熱賣的好滋味 你絕對不能錯過 廣告後我們馬上回來喔